大家好我是阿祭司 今天分享用筷子过来煮酸酸辣辣的酸辣汤面 但今天把面条换成腐皮 大量的腐皮做成面条的感觉 热量低酸辣咖啡还能保足哦 先将腐皮切成面条状 再切点酸辣汤需要的食材 影片最后有食材比例可以给大家参考哦 筷子过后放少许油放入蒜末炒香 再放入切好的配料稍微的翻炒 加入适量的水煮沸 如果你喜欢辣味食足的 再加点生辣椒下去煮也是可以哦 再用适量的酱油调整酸辣汤的颜色 用点黑胡椒来调整辣度 再用乌醋调整你喜欢的酸度 如果你喜欢有甜甜的味道 就再加糖咯 再打入一颗蛋液煮杯 再放入腐皮面煮至熟透 最后撒点葱花 点备上桌咯 你看像不像面条啊 希望你们会喜欢 小小小的妹妹 我们下期再见 也别忘了 那一句准备 这些Paneku 或不像不像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